Hello 你好 我們又再繼續談主統文 希望你今天有些得著 上次我們用這個戲來代表我們一個人生 由我們出生到我們離世 都是在這一齣劇裏面 用這個角度去看我們的人生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的劇本就是主統文 我們先看看主統文 如果細心看 你會發現裡面分開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你的名 你的國 你的旨意 都是說神的 第二部分就是我們的食物 我們的債 我們的試探 就好像一塊鏡 他們有很緊密的聯繫 遲些我再詳細解釋 如果你想它更明白 我們要深入了解多一個基本概念 為什麼要分開兩節呢 這個答案其實是很深含意義的 直接說 其實就是我們在地上的生命 就好像一齣劇 將我們在天上的性格表露出來 我們在地上所做的事就是行為 而天上就是目的 和指意 所以其實我們在地上 只能將天上的指意呈現出來 就好像一個小眼的兩邊 地上的我們只能看到一面 其實還有另一面就是天上 而天上就是斷定了地上目的和指意 有時會說同油情始終是裝同油的 就好像我這樣 我一出生就是一個工程師 所以我整個人生都是一個工程師 一樣 如果我們只是看到我們人生的一面 而看不到另一面 那就很可惜 除了我們的生命有兩邊之外 其實我們所有在地上的事都有兩個意思 有時我們就說天上地下 有時我們也會用另一種概念 就叫做熟靈的事和熟世的事 其實他們都在說同一樣 熟世的就是有時間觀念 而熟靈的就是一個永恆的觀念 因為地上所有的事都是從天上而來的 所以所有在地上的事都會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地上的意思 另一個就是天上的意思 有時我們會用另一個概念說 地上的事就好像是天上的事的反應 所以當我們討告的時候 其實我們從地上發生的事 去揣摩究竟天上發生的是什麼事 我們嘗試去了解我們日常生活裡 從天上的角度去看 好讓我們能夠把我們天上的特徵 在地上活現出來 如果能夠在地上無懼地把我們天上的天賦 給我們的特徵 活現出來的 這是世界最開心的事 無論在地上天上都是最開心的事 希望這個銀子兩邊的概念 幫助到你去明白主筒民更深 好 下次再談 好 下次再見